議員大家聽稀釋 vanish 即 enjoyable 對我們理論與新婧 本次任選رو會長說 請我們愧對他 沒有要把他的一個完全的生命重複 因為他才28歲 他是為他先生 先生出來 為他幫他先生醫病 他有個好可愛的小女兒 也是他的小公主 每次在那個 在學校進行都是一個小工 都是Pulling,每次都給我相片看 所以他的手機裡面有我們家族 還有他家族的 他就把我們家族給他家族看 就看我的你看這個大哥 歪你歪你歪你這樣 所以 從事發到現在你有情緒 真的很有愧疾 因為尤其是剛才才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那個時候真的是整個胃就這樣嚼了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才找醫生把我開藥 我本次說是不是要打針我怕 他說會不會吐 我說不是想吐 但現在一直在燒熱這樣 他說你情失況、情雙什麼事 我說你家裡有事情 就是不信的 他就聽得懂了這樣 那真的是 你們都很盡力在為我做事 我們靠你這樣 結果還找 結果到今天才找到 而且是個冰冷的 真的是 我們既然都很熱 只有他是一個很冰冷 在那個地方 幾天了 三天了 而且是在牆跪腳下 而且是為我們家的人 難怪說我弟弟一直在叫 叫一個鐘頭 他不是在叫他 他是在叫我去救那個人 我現在知道後來來到醫院一直講 所以救那個人肯都知道 但是真的 我們真的是永遠的痛 對他的家裡 尤其如果他現在在天國 我想他心裡也很難過的 他的路還沒有走完 他還沒有替他先生醫病 還沒有帶他小孩子那麼大 他來問我們這 他都把快樂給我們 還沒有把快樂給他們家裡的人 就很冰冷的 有什麼話想要謝謝Melody嗎 我跟他說我真的很感謝他 如果說 真的人生有下輩子的話 我們國際不管他在日本 在惠利比或是在台灣 我們真的希望在那個國度 都要在天國 因為他跟我是同樣宗教 在那個國度 我跟他說謝謝你 我以後你先比我去找一步 我還是會有點相見的 但是我也跟他謝謝說 謝謝他帶給我們這半年 還沒有半年時間很快樂 很 心情真的很好 不是昨天那個一秒鐘的地震 我們他有他的很好的人生